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當年尋寬你沒有跟你媽媽拖 你現在隨時是紅鷹蛇太子女 哪有如果的 那倒是, 如果我不是認識你 可能現在拖幾件在酒吧劈你 拖你的死人頭, 豬排都給你拖 整天以為自己很英俊 不過話說回來, 如果我真是紅鷹蛇太子女 我就什麼生意都不讓你做 黃島毒一飯都不讓你碰 只是做我的貼身保鑣 貼身保鑣?有多貼?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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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怎麼樣? 太邪惡了 怎麼每次都還沒拖到清潔 燒燒燒, 看看 沒有了 好嗎? 好嗎? 搞什麼? 好嗎? 好嗎? 這樣… 夠不夠抹 你耍耍嗎? 你幹什麼? 我害怕 不要哭 你馬上哭吧 來吧, 爸爸 這次沒有人妨礙我們了 好嗎? 我不相信樂意不成功 太快了 都說現在有寶寶, 太快了 你別裝作了 來吧 有東西吃… 真不好意思 經常弄得這麼晚, 阻礙你們下班 好嗎? 不妨礙 我的宅女全都很適合 有客人來做事就更好 不然回到家裡 看見那個黃綿綿綿 很鬼鬼門的 是嗎? 你糟糕了 你和你男朋友這麼多工作 每次見面都要這麼晚 是呀, 我又忙 他工作時間不夠了 怪不得 不妨礙了 說起說 我那個人很怪不得 頭過幾次你們爺媽媽來 他還以為你們倆偷情 你沒份兒說嗎? 你說得微飛色摸 像個八婆一樣 是嗎? 不好意思, 我們什麼都亂說得通 但沒惡意的 不要緊, 真的不要緊 你又說帶我吃炸雞喝啤酒 什麼時候? 你以為你是韓琪的女主角嗎? 他吃下去 想你沒有咖啡就轉車輛了 你們真可憐 不痛 老闆 人家的男朋友來了 快點不要在這裡阻礙我們 要趕快散掉東西吧 不好意思, 阻礙你們下班 不要緊…你們慢慢聊 等了很久嗎? 不是, 剛剛到而已 快點吃吧, 不是這裡冷嗎? 不如明天我們去吃炸雞喝啤酒吧 不是吧? 你一向都不喜歡吃這種東西 為什麼不斷有興趣? 什麼都想嘗嘗 我問一個問題 如果將來我胖得 幾條士啤灘都撕出來會怎麼樣? 不會吧? 你先回答我吧 怕這些是很多年後的事 是呀, 到時眼裡有蒙耳又濃 什麼都看不清楚, 沒什麼所謂 無險 你知不知道這樣望著人可否禮貌? 是嗎? 沒辦法 我這麼大兒子 都沒見過這麼漂亮的車輪 快點吃東西吧 到我 好 怎麼樣?歡喜哥 怎麼聲音不出? 很累 不是很累 很煩 上回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大力一點吧 怎麼樣?沒事吧, 歡喜哥 我叫你大力一點 你不用擔心好命嗎? 不好意思, 對不起 不好意思, 我大聲了一點 沒事…你出去吧, 不用按 要按, 按就要走了 好 小事媽這麼快按完了? 歡喜哥說不用我按 怎麼了?頭疼疼, 沒來神氣感 不舒服嗎? 被人噴到臉皮, 當然是頭疼疼 她這麼疼你, 你去哄她吧 好 進來吧 爹 聽孫子媽說你今天的心情 不太好, 沒事吧? 也是我糟糕 解決不了的問題, 找她出來 你跟她說聲吧 對不起, 你說我有空 請她吃飯去補傅 這麼厲害, 連你也煩得到? 說來聽聽, 讓我和你分擔一下 好, 有地我收不到 弄得我頭疼, 別說了 遲到, 我馬上來 沒事吧? 我有事, 我先走了 宋先生 有空嗎? 有空嗎? 你知不知道新界快地還沒搞定 我們辭職工作 每天在損失多少錢? 我明白宋先生的意思 新界那邊我會盡快搞的 明白就好 不要再叫我多找你一次 你也知道我沒什麼耐性 放心 這件事我會處理 這次一定不會令宋先生失望 你也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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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盡快搞定 價錢已經出得很高 我還沒開始商量 他已經拿好掃把, 想回我走了 不如讓阿丁嘗嘗嘗 女孩子去說, 可能沒那麼大戒心 好啊, 看見我這麼漂亮 一見樣子都假八十分 好, 不過你打定輸數也行 好, 不過你打定輸數也行 對我來說 你也知道我學習 痛苦 來了 這個專業 很流行 這是什麼 好, 讓我來 難 börja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好, 你一心肯定了 你自己想要不要打算 你不想要不要打算 你不想要不要打算 你不想要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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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想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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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凡喜搞新界東北丹起事 進展得怎麼樣? 之前他一直沒什麼動靜 但是今天早上他突然叫我們三個 陪他進新界巡視 我想他開始工作了 他前幾天都來我店裡捏腳 心情已經一般 接著我電話出去了 我覺得他又不妥,跟他出去 看到他上了一七人車 沒多久他又回來 但整個人都借了,好像受了很大壓力 看不見車裡面有什麼東西? 看不見,車都關閉了 只看到車是黑色的 就不判棄除了三個鄉親之外 也不見他跟什麼高官富商來往 我想在車裡面這個人 很可能就在幕後 指示他教身隔的大禮拜 這個人也可能是收買葉紹良人 亦可能是間接害死康Sir和A丹的幕後一手 這個人一定很小心謹慎 除了沉歡喜之外,很難能把他的身影 不過照你這麼說 這個大老虎似乎最近對沉歡喜 做事進度不夠滿意 逼他出手,盡快完成收地 現在唯一有機會接近老虎的渠道 就是沉歡喜 所以接下來 你們應該繼續幫沉歡喜 完成收地的事 那就一定有機會接觸他 開開廁所 怎麼了? 當然要扮夫妻子,婆婆才沒有戒心 好…那什麼時候禮珍呢? 你不是想多了嗎?走吧 不好意思,婆婆 你什麼事? 我們剛剛行山的 但是喝光了水,可以倒水嗎? 好,沒問題,進來… 謝謝… 謝謝,婆婆… 請坐,隨便坐 謝謝 小朋友,叫什麼名字? 我叫祥仔 祥仔嗎? 婆婆,這個是你貴親的 這麼帥,像個劉華般的本 你過獎了,他不是我的兒子 對,這裡的人,每個人都叫他 雞屎香牛華 真是你媽媽漂亮 兒子也不差得去哪裡 不做明星,浪費了 失禮… 謝謝… 照片也這麼帥,真人不得了 沒有了… 千多年,開開下班 又說他心臟病發 好啊,這樣就走了 他媽媽又跟了別人走 現在就成了我們兩父親 在這裡相依為命 婆婆,拜得神多自有神秘有 那天一定會保佑你們 神地貴然 我現在也沒什麼好望了 希望我健健康康,可以照顧孫子 那我就可以安心在這裡綜藥 婆婆,你很喜歡這裡 當然,這間屋是我兒子建的 那段時間有人說你來收這裡 我當然不肯 我多多錢也不半 婆婆,這個字不讀嗎? 這個嗎? 蘋果,是蘋果的意思 蘋果,是你的功課嗎? 不是,我自己讀而已 我還沒上學,我要陪著媽媽 還沒上學? 徐仔,你幾歲? 我七歲 七歲還沒上學,是犯法的 這樣也沒辦法 我這裡左近又沒有學校 要到北維這麼遠 所以我叫這裡的鄰居 有空來教他們的認智 那為什麼不考慮搬去北維? 不可以搬 我一搬,地產商就收回這裡 畢竟住落也有感情 所以我連看也沒去看 那不是這麼說,看看有什麼所謂 雖然這裡是住落有感情 但是孫子始終要上學 難道大了在這裡耕田耕成小嗎? 那倒是,這麼大的兒子還沒讀書 就想想辦法了 不然以後成績跟不上 被同學笑,他愚蠢 你看,這裡真的很漂亮 對,這裡的交通很方便 這裡是學校,前一點是街市 如果搬來住,照顧祥仔也方便一點 這裡的規劃不錯 現在很少發展商,這樣負責任了 真是挺奇妙的 牠姐,喜歡嗎?喜歡 喜歡 既然牠仔這麼喜歡 這裡每樣都合心,不如就搬來吧 你兒子也想你們住得舒舒服服的 好啊 簽這袋一張婆婆 Evan是你的,記著收好它 那我什麼時候可以搬? 大概一個星期左右 到時候我們找人幫你 謝謝 謝謝 謝謝,阿希,先幫忙 謝謝兩位 謝謝 兩位要趕不趕時間 在我這裡吃一頓便飯,好嗎? 好啊 好啊,我和你一起煮 順便學習一下也好 你看看你老婆 人又漂亮又聰明,真是難得 你怎麼會做的? 你做出來而已,跟她樣子一樣是假的 別相信她 開玩笑了,我們進去了 好啊 我要 你又會嗎?你會煮什麼? 你和我婆婆,以後可以煮得好 在這裡 你幹什麼?放下油… 為什麼你會在這裡? 我婆婆簽葬藥,走吧 這麼純淡? 神經病,我打給Komi 你打給你幹什麼? 婆婆,你真好解釋 阿希,我不用解釋了 我被賭死了,你們是壞人 我去,我去,進去 走 走 爸爸,我去… 阿希 走 阿希 走 你走 阿希 走 我都沒有你 對,真是很可憐 對不起,婆婆 你走開吧,我不想見到你 我又不知道為何會這麼笨 會相信你們兩個 今天下午,新界一間鐵皮屋發生大火 一名七十多歲女戶主 和她的孫兒及時逃離現場 但是起火的鐵皮屋 連同旁邊的陸地已經嚴重焚毀 消防及警方正去調查起火 雯哥… 雯哥,最後一戶都搞定了 合約同屋站在這裡 為何會搞成這樣? 我不是叫她不要打得殺殺 最好是街大富你嗎? 我們本來已經勸婆婆搬到隔離村 但是突然這套戶帶人來放火 我們這樣也看不住 他們有沒有事? 人沒事,但是很不開心 他們所有事都沒有了 包括最珍貴的回憶 這時間很難接受 對不起,楓爺哥 是我處理得不好搞成這樣 算了,與你們無關 應該這麼想 如果沒有你們 可能他們現在的場地更加慘 有沒有打算如何安置他們? 我已經賠了一筆錢給他們 這次事件我押佈給他們 以後的生活應該沒問題 但是生活不只要錢 沒有了珍貴的東西就沒有意義 什麼都補償不回 不用急…還是你先到達了 不好意思… 不過每次都說你先到達了 這個男朋友好像沒什麼時間觀念 發他難怪嘛 他做事要緊要嘛 玩著一個這麼明白時理的女朋友 真是心生有幸 被著其他女孩子 早晚反腿找到狗勢了 不是呀,幸好那個是我 找到一個這麼好的男朋友 按照你這麼說 他真是絕世好男人,你說嗎? 是的 聽到了沒有?絕世好男人 聽到了…來了嗎? 你們倆合起來的 不是呀,剛才見褲子不太舒服 我打算進廚房幫忙 我真的不知道他會搞那麼多事 人家擔保,與他無關 是我貪得而玩而已,別生氣… 你又說什麼惹人氣? 拜託你吧,不舒服就閉嘴吧 不用管他,老爺幾十歲都不花 人家莫大壯,哪有你這麼小器 不舒服就別這麼多話說 藥煲好了,快點喝吧 你肚子餓了,我進廚房做點東西給你吃 我陪你 好 幹什麼?Kathy,你不舒服嗎? 我吃了藥多了,我想睡醒應該沒事了 好像還有一點點興奮 現在Yan又不在這裡住 你一個人在這裡,我還是不太放心 今晚在這裡陪你 以後有病,告訴我 不要一個人在這裡死定了 對不起,要你擔心我 今天不用跟我說對不起 我們…個個都會生病的 好像冰室老闆娘夫婦那樣 個病了就另一個照顧 說起他們兩個真是挺好笑吧 平時你疼我,我疼你 其實也不知道多疼對方 剛才老闆娘哄老闆小時候 好像哄小孩子吃飯一樣 老夫老妻是這樣的 當然了,有時候吵架才會有情趣 你羨慕嗎? 羨慕的 你想不想像他們這樣? 你… 可否給我一個機會照顧你一生阿板 你累了, 早點休息, 有什麼事叫我 還事越難越愛, 為你所在其內 花開花落, 至少這樣貴 被甜蜜蓋過了心愛 忘乎跳入外海, 尋重越來越悶 在這裡, 阿飛 放天燈散發了, 你不走嗎 放心吧, 我待會綁線不會飛得很遠 我待會許遠的遠, 拉回來就行了 我是你說想放的 你們的U.C.是不是很懂得來找這些地方 定契說你經常帶女孩來荒山野嶺 你想說什麼?什麼女孩 上次在酒店跟人左擁右舖那些 是什麼? 小姐, 已經上世紀的事了, 還提? 我上去真的在做事 真的在做事? 說笑而已 說回正經事, 還有一個小時 等卓Sir去聽證會 我就可以真真正正地恢復警察身分 到時候我們就不用再偷偷摸摸 我要光明正誕見面 我會照顧你的 細月母 你說你想當警察 還有跟我一起, 兩件事都實現了 那你還有沒有願望? 其實我還有一個願望 是不是這個? 很恐怖 後來 在我們面前真的沒有被物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 怎麼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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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否喜歡回牢? 放在我兒子 你怎麼回事, 幹甚麼?你別嚇我 老頭很痛 是警察, 警察 甚麼警察 是警察, 殺死葉少良 警覺中有黑警 警察, 警察得很 vulnerable 警察, 警察, 你是否出現 警察, 孝書, 我們再找上照 你搞什麼鬼?你幹嘛不出現? 郭Sir,對不起 別告訴我對不起,我想知道原因 我得到最新的資料 黑警的案件不僅牽涉葉少亮一個 不僅是葉少亮一個?什麼意思? 我相信這案件 牽涉的不僅是那邊警察 可能牽涉更加廣泛 為了那群臥底的安全 我決定繼續隱藏他們的身分 你懷疑警隊裡面就有黑警? 不知道,我相信葉少亮的死不太簡單 她是被人滅口的 在未找到真空之前 我會將一切報紋 你一個人處理案件,高軍作戰 要不需要幫你? 這個黑警是什麼身分 權力有多大,我一無所知 再這樣查下去一定會有危險 我不想連累你 別說連累不連累 你都說情況危險了 那就更加應該讓我幫你吧 那些臥底的犧牲這麼大 有我在這裡一天 我絕對不會讓他們有事的 師父,你還有一年左右的退休 我不想你沒有這個業 我知道,我知道你一向有我的心 行,我幫你應付上面 等有需要的時候 我才幫那些優師恢復身分 謝謝師父 阿海,你要記住 身為警務人員 絕對不可以被壞分子損害公義 和警隊的尊嚴 你有什麼需要,我一定支持你 在警隊裡面,我最相信的只有你一個 自己小心點 真的很對不起 記住,你們恢復身分的時候有點阻滯 暫時又要委屈一下大家 明白了,卓Sir 看電影也有說了,三年有三年 我們做UC的,預料給了路頂坤 你說話可不可以遠轉一點? 爹,沒說錯 是我不對 從最初你們沒有身分 到現在還不回身分給你們 是我責任你 其實也不關卓Sir你事的 還是怪我這麼晚才能記起 原來還有一個關鍵神秘人 葉少娘原來不是墮樓死 她是被殺死滅口 那就是說 在後面極有可能 還有一個更高層次的黑境 所以為了保障你們的安全 我會把你們的身分繼續保密 直至真相大白為止 如果葉少娘背後 真的有這麼高層的黑境 我們一定要把她拐出來 幫Ada保守 我們再偉偉一點也沒所謂 對我來說 警察電腦有沒有記錄也好 我的身分就是一個警察 我一直在做的就是警察做的事 有什麼分別? 說得好,我跟爆師一樣 不要緊,他遲一點就遲一點 不過最重要是可以加特別津貼 很感謝大家這麼體諒 對,調查葉少娘的兇手有沒有進展 我根據Kobe給我的資料全力追查過 兇手除了有類似警察的配槍和手扣之外 Kobe根本認不出他的樣子 香港有這麼多警察很難查的 而且一分分鐘是武警察來掩人耳目 我真的什麼都想不到 你這麼高達下來,不捨得偷笑 想不到這麼多東西很正常的 不要逼自己 那這幾乎沒有線索,怎麼找兇手? 這條路難道我們可以走另一條路 兇手殺了葉少娘的截口 他們的關係很密切 我們可以從葉少娘方面 賣手找她的身分 你的意思是… 葉少娘身邊有一個人 只要找到她 我們就有機會找到兇手的線索 是誰? 給戶口葉少娘洗黑錢的表叔 梁光斤 葉少娘死了 我想她很快會著草回大陸 她身上不少現金 你馬上找到全香港的找碗店 帶雅交易紀錄資料回來 她很可能賺錢回去歎世界 找到,是元朗區的找碗店 昨天賺了六萬元人仔 我馬上去那邊看看 你盯著警署,有什麼事就當成了 不知我 收到 是否找到樓房金? 我來遲了 不過讓我找到一張海外銀行戶口 不結單 我相信葉少娘除了泰國之外 其他地方應該有戶口 這些可能是很重要的證據 說不定可以幫我們找到 真正的幕後黑手 你問問你的針 看看今晚有沒有大飛走路 梁光斤應該還在香港 我不跟你說,待會見 司機麻煩適時車牌身分證 你不認識人,開尾箱看看 水哥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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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踩上車路… 謝謝 來了 我今天來在律師深圳 為你提供法律的意見 我想知道現在我會處境 我看過警方所有的證供 沒錯, 在你車裡找到一份文件 的確是葉少良在泰國洗黑錢的 戶口文件 不過會副人是你 繼續 警方懷疑你和葉少良是同流合污 因為分贓不允人氣爭執 雖然他的死已經證實了不是你謀殺 但是梁港斤是他表叔, 替他洗黑錢 而在你的車尾找到梁港斤的屍體 所以警方現在懷疑是你殺人滅口 和拿回你的罪證 現在所有的證供對你很不利 究竟發生甚麼事 為甚麼無端端你都扯上黑警 又死亡謀殺漢家 你冷靜點聽我說 我一直在調查我們警隊裡黑警的事 葉少良是其中一個 他的死不是意外那麼簡單 但我估計在後面有一個更厲害的人 現在連我都被他撞海 我需要你幫我一個忙 我們有黑警的 我要用過我帝幫我救他 他在哪兒 裏面有黑警的 康Sir派了五個U.C.出去 本來是計劃調查洪英社的犯罪證據 誰知蒲爾忠被Ada錄到這段通話 之後康Sir就離開 所以我有理由相信 康Sir的死是和黑警有關的 我發現Makko藏了一輛車 我在車上找到一本假護照 一支槍和美金 為什麼你要犯法? 為什麼你要和劉克烏? 搬我來和我住是為了查我的口 我一本就給你警惡 ICAC和內部調查科的夥記已經查過 Makko的確有收犯罪集團的證據 警隊一有行動,他就放風 讓他們有所復活 本來他是入罪的 但是突然發生墮樓事件 其實這次成功 全靠臥底幫我集證據 原來要有U.C.幫忙 臥底不是我派的 是恆臨死之前派出去 他查到警隊裡面有黑警 為了保護臥底的安全 是他臨死前 把他們的身分全部拔掉 既然現在威脅已經剷除 我希望盡快恢復他們在警隊的身分 你放心,我會盡快幫他們 你準備好檔案 只要通過聆訊就應該沒問題 謝謝,Sir 卓Sir,我記得了 葉少良是被人殺死的 他背後可能還有黑警 師父,你不用說了 你這份人我最清楚 我絕對相信你是無辜的 謝謝你 我是清白的,我知道我一定沒事 是,我也相信最終可以證明你是清白 但是想不到對方那麼厲害 可以令你變成殺人犯 我上次已經跟你說過 這個黑警真的不能輕視 所以我現在最擔心的 就是那群臥底的身分 沒有你的背後 他們的情況一定很兇險 是 阿海,你不如把他們的身分告訴我 讓我背後他們吧 但是這個黑警真的很厲害 阿海,我不想連累你 連你也弄到這個地步 就不能顧慮那麼多了 他們的安危重要嘛 好,那就拜託你了 我出事之前 本來約了他們明天在安處見面 Sex閡著 幹什麼… 別殺了我,我送你還幫你拿出來 想不到卓Sir的懷疑是真的 是嗎?郭鶴華真是那個黑警? 我們在工廠大廈會面這件事 卓Sir只跟郭鶴華一個人透露過 這麼快就有殺手攻後我們 郭鶴華身分, 呼之欲出 KD, 謝謝你幫卓Sir通知我們 卓Sir果然冷靜 在這麼危急的情況下 還能視出真相 我們現在的形勢雖然很不利 但起碼已經知道敵人是誰 我去見阿海因為我很擔心 他們突然會變成黑警和通緝犯 反而是他叫我冷靜 叫我幫這個忙 我手上有一幫臥底 他們現在很危險 我需要你幫我一個忙 我懷疑我師父的學話是最大的黑警 我現在要做點事去證實我的懷疑 我會用那幫臥底去死去 你幫我找阿彥 叫他通知Yuzi 到時千萬不要出錢 阿彥已經跟我說了 你們這麼多個都會在生死邊緣 現在知道郭鶴華是黑警 我更加擔心 他在警教的職位這麼高 他一定會不擇手段 去掩飾他自己的罪行 我怕阿海應付不了 其實卓Sir已經做了最難的一步 就是揭露他黑警的身分 雖然郭鶴華很難對付 但是我們有這麼多人 一定可以鬥贏他 我們眼前最重要的 就是想想怎麼幫卓Sir脫身 卓Sir平時這麼看待我們 我們怎麼都要做點事 別說不清楚, 讓我辦妥 不用擔心 卓Sir不會那麼容易放棄 他一定有辦法失身 給他時間 不用客氣,那個CCTV我們刪除了 不好意思,要你的手下白痕一堂 做得好,你誠懇到我都沒有懷疑 這麼高的道行,沒枉費你叫我一聲師父 那道道行又哪有夠你高 我真的猜不到你是黑警 不是,結果你也猜到了 是因為犧牲了這麼多人 而我覺得我不可以完全信任任何一個人 為了其他臥底的安全 我就連你也要試 可惜得出你是我最不想見到的真相 不是你咬著不放 其實這個真相你無須要知道 難道康Sir,Ada 甚至乎葉少良的死可以就這樣算了嗎 因為他們知道太多,所以要死 那你也不懂得學歸 為甚麼你是兇手?為甚麼你這麼墮落 你記不記得是你教我做一個好警察 要頂天立地,要盡忠職守 師父,我當然記得我教你的東西完全沒有錯 結果我還對 這個社會就多了你一個除暴安良的好警察 那你呢?你教我做一個好人 你自己再做黑警,還殺人放火 是你做人太天真 我說的是一件事 我走甚麼路是另一件事 這個世界沒有真正正義的 就算我好像一樣是一個好警察又怎麼樣 你怎麼樣?每天一樣有人殺人放火 一樣有人赤手遮天 這個是靈和的博弈遊戲 正義只是不設實的虛體 利益才是實在的 利益才是你可以掌握和享受的東西 歪你,全部都是歪你 你為了一己使用,害死這麼多人 天亡灰灰,你一定走不掉 或者呢? 當然,我也記得很多犯罪的人罪有應得 但是我也記得很多罪我韜天的人 不僅是逍遙法外 還過得很風光,很榮華富貴 說不定那個人就是我,誰知道 其他壞人我不知道 但是你,我絕對不會讓你有這樣的一人 好啊,看一看吧 不過局面卻擺得很清楚 這場對決,你贏的機會很眉弱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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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